6月18号开始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禁止俄罗斯通过本国境内 向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运送部分物资 根据欧盟通过的第四轮制裁计划 俄罗斯钢铁和其他黑色金属产品被禁止进入欧盟境内 加里宁格勒濒临波罗的海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 是俄罗斯的海外省 长久以来 俄罗斯本土通过立陶宛的铁路向加里宁格勒运送物资 对于立陶宛的最新举措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了立陶宛驻俄罗斯临时代办 要求立陶宛取消过境禁令 并称将采取反制措施 有强硬派俄国议员表示 立陶宛的禁令是对俄国的直接侵犯 将迫使俄国诉诸适当的滋味行动 由于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 一旦俄罗斯对立陶宛发动攻击 将会被视为对北约宣战 因此外界预计 虽然目前两国关系紧张 但双方都会谨慎对待 上周美国空军两架F35战机 和一架KC-135空中加油机 一起低空飞过波罗的海三国首都 展现北约的承诺和保证 俄军和乌军目前仍在顿巴斯地区激战 此外 在哈尔科夫 奥德萨等大城市 俄罗斯继续进行轰炸行动 俄国国防部周日称 俄军口径导弹击中了俄军 在地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指挥所 造成50多名军官和将军丧生 但消息无法获得独立证实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视频显示 乌军用英国援助的M777榴弹炮 摧毁了俄国的坦克和步兵车 展现了强大威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重申 希望西方盟友继续支援乌克兰重型武器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